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SEO之前其实我都有创业了好几次 就是18岁出来就跟好几位的朋友合伙开了这个早餐店 过后呢再继续的去这个夜市有去开自己的这个档口摆摊卖鸡牌 但是呢到最后都是以失败为收尾 所以呢那时候是负债着超过5万块马币的这个状态下 然后呢来开始了这个SEO电厂事业 在SEO创业和之前创业呢其实最大的差别就是 之前在我自己创业的时候呢 非常多都需要我去发的东西啊 比如说哎不只要做销售啊 还要做这个客户的资源啊广告啊 然后呢真是是连下单主厨都是我自己亲自去做啊 但是在SEO呢非常的这个方便 也让我更加专注呢只需要在做销售和市场的这个区块 我最大的挑战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吧 因为我是一个电脑白痴 所以呢完全都不懂得怎么去操作电脑 那时候就是对我来说呢必须要先学习怎么去操作电脑 然后呢开始怎么去设计广告图啊 哎怎么样去操作广告 这些都是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 对未来的展望当然今天就是必须要跟进公司的这个脚步啊 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是符合了这个天时地利人和 电商已经不是一个趋势 他已经变成是一个行业的条件 那地利呢就是我们公司呢开始也是开发到九个国家去 甚至更多的国家 那人和呢就是我们有一般人呢都是一条心的 都是真正的是要来拼事业的人呢 所以呢就因为符合了这三点 我觉得未来的展望呢肯定是要成为亚洲区呢 最年轻最大的这个团队之一 引领整个电商新潮流 就是 위해서不准转的rev 볶 Nice to meetği 啊 Good Sure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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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tter